歡迎收看WC Watson's Class is Watson,你可不可以滑森 今天要解析的是Paria Fosney 2020秋冬大秀 在開始解析前,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位來自英國的新銳設計師 身為伊朗移民後代的Paria Fosney在英國長大 並從兩歲開始就每年都會回伊朗 能像這樣吸收不同的文化 對他而言是個相當大的啟發 而大約在他八九歲時,曾當過女童子君 當時有項任務是要做條斷帶 以便把所有的徽章都別上去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接觸時尚 並因此對創作產生興趣 更常常玩他母親的縫紉機 此外,他的爺爺是為西裝裁縫師 母親在他海角時也會替他做衣服 所以在這樣的耳濡目覽下 也很自然地踏上了時尚之路 大學時他到倫敦的Ravensbourne 就讀男裝設計 並在畢業一年後成立同名品牌 進軍時尚界 他擅長把傳統的伊朗元素 和現代時裝結合 並重新定義那些被西方世界 所誤解的文化象徵 他表示 在西方大家都認為中東局勢動盪很不安全 而確實有部分地區是這樣沒錯 但這並不是大多數 此外他也認為 媒體對中東的認知常常是錯誤的 只有當地人或是在那生活過的人才能告訴你真相 所以他常在系列中分享那些人們所不了解的文化 不過他也不想讓品牌太過政治化 而只是想透過版型、印花和顏色等元素 來讓人們知道 其實中東並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樣 那在簡單介紹完後 我們就直接切入主題 品牌的2020秋冬系列名為Ceremony 顧名思義 品牌將伊朗的傳統婚禮帶到了伸展台 身着白色婚紗的新娘 和穿著滿版波斯印花外套的新郎坐在一起 後方的親屬則先後在新娘與新郎頭上灑糖 象徵甜蜜幸福的婚姻 而旁邊的主持人也以波斯語主持著婚禮 在典禮結束後 新郎起身走向伸展台 為這場秀揭開序幕 首先映露眼簾的自然是剛剛提到的 有著傳統波斯元素的連帽外套 而下身搭配防潑水褲子的造型 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整個系列 甚至是整個品牌的核心 也就是 在保有傳統伊朗文化的同時 注入了現代技術 巧妙的在東西方美學 以及新舊技法中取得平衡 其實整個系列的印花 都是採用一種名為Gallum Car的古老傳統工藝 以類似蓋印章的方式 將雕刻過的木頭沾染染染料 並壓印在布料上 這過程完全是純手工的 而且一次只能印一個顏色 所以需要高度的專注力及耐心和體力 是個非常困難的技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系列中的染料全都是使用 番紅花、薑黃以及石榴等天然植物染 完全遵循自然 至於現代技術的部分 品牌所使用的Thermor材質 也都是百分之百的PET寶特瓶回收製成的 此外 系列中使用的尼龍也是來自於回收的漁網 不管是在傳統還是現代技術的運用上 品牌都十分注重永續發展的概念 接著我們把焦點拉回來秀場上 我們可以在接下來的造型中看到 和第一套一樣 上下身分別代表著傳統和現代的造型 以及將波斯元素以點綴的方式 與現代服飾結合的上衣和外套 個人認為這種在滾邊上畫龍點睛的手法十分高明 因為這能在維持主題一致性的同時 避免相似元素不斷出現所造成的視覺疲勞 另外我們也能發現 當中有幾套造型的現代感和軍事感特別強烈 甚至完全沒有傳統元素 而這也呼應了伊朗所實行的征兵制 或是也能更進一步解釋為軍人保護的意象 因為他表示 在這動盪的年代 能夠有慶祝與寧靜的時刻是很美好的 他希望能帶大家歡慶這愉快的時光 並享受片刻的安寧 因此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 這場婚禮就是逃離外在成宵的避風港 而系列中許多具有保暖、防風、防水或Scortex等機能性的單品 以及許多拉鍊拉到底的造型 還有剛剛提到的軍事感 都是為了呈現保護的意象 同時他也在秀卡上表示 在這種快節奏的環境下 我們需要為環境與社會等 每天會面對的各種情況做準備 即使不知道明天會有什麼樣的挑戰 都必須帶著自信 對事物的體認以及務實 來為下一次的冒險備戰 他沒有直接以婚禮來做發想設計 而是把婚禮當成一種避風港 從另外一種角度切入 設計出一系列在理性上用機能性保護著身體 在感性上用家鄉的印花 撫慰著心靈的服裝 最後必須補充一下 這場秀的座位安排 刻意將來賓們按性別 分別區隔於走道的兩側 但最後卻因為男性數量過多 而做到女性的區域 這也暗示了在這產業中 母性依然處於弱勢 甚至也更進一步提出一個反思 這種性別不對等的現象 在自認文明的西方世界中依然存在著 那他們是否真的有資格隨著媒體的渲染 義正言辭的指責其他中東國家的性別議題呢?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想法歡迎底下留言 喜歡的話請按讚加訂閱 索測我們再見 掰掰